字幕志愿者 平时,僕佳穆 好 那我们就继续第二部分 那回到刚刚给各位看的那个 有几个基本的东西,就是第一个 如果您用所谓的刚刚我们第一种方法 就是先畫了一張圖 然後用它的Base Feeding 那個Tool 那我可以跟你保證 這一個Curve Feeding Tool 它的功能 包著那邊所有的功能 那意思也就是說 那個東西比較像是 簡單版的那個曲線擬盒 你就是有一些資料 想先暫時看一下 我有什麼效果 那就在那邊看 但是你在那個實際上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會建議你還是回來這邊 這邊的東西比較 就是齊全也比較好 那我等一下會大概 簡單的把它稍微描述一下 那我們知道在這個裡面 資料點的是黑色的 別的選別是那個 Date 我剛剛有請各位在這邊亂選 就是 剛剛你選一張對東西 那這邊我們再詳細的跟各位講一下 從Exponential開始 一直到後面的微波 都是一個內建的形式 譬如說這個什麼Sum of Sign 就是一堆Sign的那個總和嘛 那你可以選一 譬如說一團 或者是一直到五團 五團的話就是五個Sign 那你就會有好幾個係數 A1、B1、C1 這是一個Sign的係數 五個就有無阻 所以呢你就會看到它有這麼多的係數 這是第一個 就是我的Coefficient是多少 第二個呢 我 诶 這樣 沒中 沒中 嗯 可是為什麼 你看一看 我沒有帶掉了嗎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所以這個也要跟著動 剛剛那個我們提到就是說 這邊從一開始轉hand shop 到最後的微波 每個都是內建的一個形狀 那我們剛剛舉的例子是這個 sum of sign 當你選了形式之後 你可以選你要幾階 例如說三階 三階就有三個 那花一點點時間 它就會幫你把fit的結果算出來 這個東西fit的結果就在這邊 那如果各位還想細細的去了解它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大堆你可以去了解的東西 譬如說我如果問你 你覺得這樣子fit你滿意嗎 那你必須要寫個報告告訴我們說 你覺得好不ok啊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請問什麼叫做sse sse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平方誤差 總誤差 所以它總平方誤差是108 那你覺得好嗎 第二顆r square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r平方 它是0.9991 那我覺得非常不錯 因為1就是最理想的 0.999其實已經蠻厲害的 好 那接下來這裡有一個adjust的r square 這又是什麼呢 什麼東西叫做調整過的r平方 我們等一下解釋 因為這裡不好解釋 那所以這些所謂的quinis 和pick 還有包括mse 麻煩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定義是什麼 好 那還有一個比較深入的東西 我們回到那個來講 剛剛不是有一大堆這樣子的選擇嗎 那其中你最常用到的當然 就是這個polynomium 還有就是這個interpolate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兩個 所謂的curve fitting 就是全部都是curve fitting 什麼financialphoria Gaussian這些 那當然有時候要看你的經驗 還有你的那個 就你看到一堆資料點的時候 你怎麼樣子快速的告訴我 它到底是屬於power 還是 Gaussian 還是phoria 類似這些 這些有時候是看你的經驗 那幹次 如果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用interpolate的話 它這什麼問題來呢 interpolate出來的這個結果 我們看一下 單純你就是用linearinterpolate 或者是用cubic 或者是用share preserving 都一樣 我們會看到一個結果 SSE是什麼 0 SSE是0 就代表沒有誤差 每一點都fit 得到 你會講這不是白講嗎 因為你就是兩點兩點把它連起來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你的volent 本來就是每一點都要通過 在這個前提之下 怎麼可能誤差不為了 因為你誤差不為了 0.92 那更慘 怎麼樣也比不過interpolate 那為什麼我不用interpolate interpolate 但是線性就已經做好了 cubic 也是一樣 零一樣 為什麼不用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我選Polinomial 我選了三千 我的總R平方是0.9988 感覺上還不錯 就是因為很接近1的 0.9988 那我如果要把這個函數實現出來 他寫在這裡 就是p1s3四方加總 p1就是這個數字 3.855乘以10 p6r p2 p3 p4 如果要請你寫成 包括mainlab的函數 或者是 DSP的函數 是不是蠻簡單的 可是如果是你的p1 呢 道線可沒有那個f 因為它的f其實就是 每一段每段的f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是要把這些點 弄成函數去做內差 但是要在mainlab裡面用的時候 可以選這個方法 因為這個可批評出來的結果 你可以把它e-scode出去 就是把它輸出出去 那事實上它也是一個 就是p1result 事實上也是一個物件 所以你可以呼叫它 然後叫mainlab去算 可是如果我們反過頭來講 只要弄到微凸理機裡去算 那抱歉沒有表示是 你怎麼弄到微凸理機呢 所以這是第一個差別 影和p1result一定可以filt的很好 但是你不見得可以使用上可以用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那個polynomial 最常見到的這些 polynomial就是我的多項師 那很顯然一定會 逼得不好 因為我們先從一階開始看好了 一階就是要在這些人裡面 找到一個趨勢 你可以看到一階的時候 然後呢誤查的是 9757這個數字蠻大 但是其實數字到不到 要看那個你的資料點 那那個r²是0.921 這個不是很好 那我們看到thejustr²是0.9169 這個你也記一下 比r²差一點 可是接下來我把它弄成 兩階 兩階SS1就變小了 其實小蠻多的 這個 這個是9000 這個是那個 為什麼呢 各位覺得 因為你的population 就是你的人口 這個東西 它的 會不動 只有這個 我的population 我的那個人口的基本數 大概是幾百 所以你只要一有誤差 有時候就會誤差到變成好幾次 你要記得 SSE是平方誤差 好幾十的平方 又好幾百的 所以呢 在一階的時候 因為你有這些誤差點 就是上面這裡 就是我們的那個 右上方 中間的 左上方都有蠻大的誤差 所以這個值才會大的 那改成二階其實就已經改得還不錯了 有誤差的地方大概就是在1940 1950 那兩點 所以這個東西 點9987 我已經覺得不錯了 它的 是零點9986 接下來我們來解釋一下 什麼標誤的 Jester square 記得 現在那個SSE是159 這裡有改善 變149 所以你說 3階比2階好嗎 FIT的結果來講 好像都比較好 因為它是9988 2階是9987 那它是148 是159 這個數字越小越好 這個數字越大越好 所以 3階都比2階好 可是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3階的這個實現式 是比較複雜耶 所以這個所謂的 the just as square 是多考慮你的這個東西 複不複雜 你看2階當然比較超 你也知道 如果我用幾千塊去買一支手機 那它的打電話那些都很正常 我就已經很高興了 可是我如果花好幾萬去買一台iPhone 我當然不能僅止於要求它只能打電話 可能它玩電動我也要很順 或者是什麼樣 也就是你花的錢不一樣 其實你要求的CP值是不一樣的 這個有點像CP值的概念 你的接觸越高 我們可以預期 當然你的那個FIT的結果會越好 可是你看從3階2階到5階 我FIT的東西當然會越來越好 可是我的接觸變很多耶 那我才賺那麼一點點 從0.9987變0.88 就是86元87元88 我又要多兩階 我值不值得花這個錢 所以各位大概現在就可以知道 那個just as great 是什麼意義 那一旦這些東西你都知道 其實全部大概就是這樣子解讀 那試子太多了 所以你們要給個去試 那你唯一需要知道的就只有三個 就是我剛剛講過 Uterpollen的百分之百正確 可是沒得實現 其他的通通都可以實現 而且都有長相 那如果你都很不高興 你也可以自己custom 就是你的S函數是什麼 然後就自己去troning 所以常見的也有 字件的也有 最準的也有 那就由各位自己去評估 該怎麼使用 因為Curve Feating 我們一直講 Curve Feating 是一個那個 有點像藝術 藝術的東西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就是你 你習慣用什麼樣子的招式 然後畫出來 人家喜歡買單就好 好 那我快速的把那個FIT的這些 Mainable的參數 稍微講一下 我們剛剛講過FIT 然後你可以用CF2 那是一個人機介面 可是CF2的話呢 FIT完 剛剛我們看到一堆什麼 P1,P2,P3 你只能把它Key到Mainable 這個時候問題來了 假設我剛剛Key得出來 P1是1.23 12乘以10的-3 然後3.05 你把這些數字Copy 到Mainable的點亮档 你覺得 準了嗎 就是完全對的嗎 答案是 差不多 因為本來他敢寫1.23 代表他的範圍 可能就是1.23 那個 最大最大的就是到1.2349 最小的就是1.2 反而就是他會在四捨五入之間 合理的參數都是這些數字 好 那問題是沒有那麼準 因為你後面都沒有貼到 所以最好最好的方法 是用這樣子 就是 我用Fit這個東西去呼叫Mainable 其實就是CopyT2 然後呢 這個東西就是指定我的Fit的形式 這當然是給資料 也就是我剛剛選的SY 那這是給選項 那你這樣子Fit完之後呢 我剛剛跟各位講的Fit結果 就是這個Fit object 和就是你和完的結果 那你就可以直接呼叫他 如果用這種方法 我不能說Fit的結果是百分之百準 但是我說你的係數 是百分之百準的喔 不用在那邊摳摳的很辛苦 所以你也可以試著用這樣子去做Fit 好 那我剛剛有講了兩個基本招式嘛 講義上有寫 就是第一個 你用那個Basic Fit UI 就是我Plot完 用Basic Fit的那一個 剛剛看到就是一大堆選項 他會直接畫在上面 另外一個是CopyT2 就是CF Tool 我最推薦的就是這個 只要你有資料點 我們都會希望你去Fit出他 那你必須要學會的就是 第一個給SY字 第二個選方法 第三個解讀那個結果 那我們下一次的始作就會有一個工作 請各位做這件事情 你就是去試不同的方法 然後看看誰比較好 然後你也要解讀他 然後告訴我為什麼這樣子 那我說過這個CopyT2有點像煮菜喔 就是沒有一定的菜的那個標準 就是說你的魚呢 那一定只能做清蒸 他搞不好有人 紅燒特別厲害的人 用炸的比較厲害 所以 要看你的高興 然後看你花的精神 還有你要的結果 好 那我們就把剛剛的那個 就是我們不是有一個Fit的函數嗎 可以呼叫的種類 還有那個快速的解釋一下 我們能夠做的那些選項 那剛剛就這幾個過癮 剛剛應該都有看到 什麼 所以這些都是你可以去呼叫的種類 那每個種類代表什麼東西呢 Poly 就是多像式 Poly 二意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雙變數的多像式 因為你有兩個變數 因為你有兩個變數 那這東西拿來Fit的什麼 拿來Fit的曲面 你如果只有一條線 當然Fit一個X對Y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面 當然是XY對Z 所以你有X跟Y當變數 那所謂的Poly 就是多像式的XY E3 就是代表某一個人 只有一接 某個人會套三接 然後呢 你要全部組合起來 X就只有0跟1 Y有Y0 Y1 Y2 Y3 所以你會有0X 然後Y XY Y平方 XY平方 Y3四方 這些 好 Poly55 他就很難解釋了 微波就長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他可以 可以看到你的參數就是這些 Disfilential 就是指數 Chorian 就長這個樣子 果然跟Sign的組合 Gaussian 就是長這個樣子 指數 Power 就是次方 AX的0次方 Rational 就是分子分母 有1分4 Malegor Sign 就是Sign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每個Sign 都有大小角度頻率 然後疊起來 那那個Spring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它是你的Polytion 所以它保證準 只是你用 它的轉折點 那些的要求 好 那 那個 我們主要重視的是在客 那如果是Service的話 你就自己 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那個太難 所以這樣就能客了一下 有點複雜 所以如果是表面的 你自己再去多做研究 最後還有一個叫做Lolis 這種東西 好 那 柯兵品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接下來的 接下來的下一個 那個 主題呢 我們想跟各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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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來看看他在做什麼 前面比較少用到 所以我們把數值方法書上講的概念 快速的跟各位講就好 我們最想用到的是這一個 為什麼 因為各位知道 你做電力電子 甚至你以後不做電力電子 你還是要做電路啊 電路學就是一個Dynamic System 狀態系統 那你的狀態系統的描述方法就是 奧利一樣 所以你一定要會解為分方程 好 好 我們先來講積分 積分我們會講到兩次 因為你在解為分方程的時候 也是要用到積分 所以各位對這兩個topic 要有一點點差別 就是 我們這邊講的積分呢 指的是大點的積分 也就是 就是我給你一個函數 或者是給你一大堆點 然後呢 這些點分隔的蠻開的 我叫做大的點 就是離開比較遠的點 然後我想要知道 這兩點底下的面積是多少 大概是這樣 那各位都知道 以積分的基本定義來講 微積分都教我們 所謂的積分就是 曲線底下的面積 那所謂的曲線底下面積 其實就是我把 曲線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的方塊 然後把它連積起來 這是微積分的基本定義 所以換句話來講 如果你能夠切人小塊 出來的積分一定準 那切人小塊的問題就是 你需要算好多好多條成方形 好多好多條這件事情 剛好就是電腦擅長的 人最不喜歡做重複的工作 但是電腦最喜歡 人可以想一些聰明的方法來處理問題 但是電腦不會 他就是 你叫他做什麼 他就是很努力而已去做 所以呢 如果你要切很細很細 一個很彈跳的問題 那個在後面的ODE 我們現在講的是 假如我沒有切很細 譬如說我只有這幾個game 我就要知道整個面積的積分 那你覺得該怎麼去做 好 那積分的基本定義是這個樣子 我想各位都知道 函數積分的一道理 就是這樣子寫 但是我的函數我不知道 它到底是什麼函數啊 所以呢 我會有一些重點 第一個 我原來的那個函數 可能是一大堆點 就是Terry的Data 也可能是一個很複雜的函數 那我去積分它基本上不划算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把它 用Portinomial取代 多像式取代 然後再去給雞那些多像式 那假設這兩個人很接近 各位都知道 我積分裡面 老師是一定不會這樣考的 但是如果老師肯考 譬如說你積分3SB 然後加5S 那每個同學都很高興啊 他剛剛一天不會這樣考 他也許要考什麼SB 那一天才能考賽 那大家就不是很喜歡 因為這不好積 可是多像式沒有人不會積分的 如果不會積分 大概不積分也很難過 所以這個東西 只要你能替換成NJ的多像式 但是這個多像式怎麼來呢 當然就是你的Porting 所以我們剛剛講過你的Porting 那這個就可以解決了 好 那如果你是在算積分 那個就不只當純叫 我就是把那些函數找出來 一種方法就叫做Newton Cortex方法 切多段一點 這裡就直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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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OK啦 所以要不就是 切成多段 來Improve NQS 要不就是用比較好的 那個曲線定式 好 那T型方法 各位應該也都知道了 T型的面積是什麼 面積分就是上底下的面積 T型的面積就是上底下下底 所以FHFB 乘以V-A 好這個就是T型法的面積 那如果你是好幾個 就是好幾個那個曲線 那就是我把它分成好幾個T型 把它累加起來就結束 所以這個東西是用Mainable 把剛剛的那個概念實現出來 其實Mainable有另外一個函數叫做Intel Cortex方法 你用那個函數就好 但是如果你只想用T型法 就是那個T型法來積面積 這個層次是可行的 但是記得T型法是一階 真的只有一條線 那如果你希望兩階或者是三階 那就叫新生路 你推考比較複雜的結果 譬如說你要用到2nd order 或者是3rd order的Polynomial 那這個東西就叫新普生法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不推倒了 因為它解的方法是一樣的 就是你把這些點做Interpolation 它就變成一個多項式 再把那個多項式拿來積分 那因為已經有數學家幫你把它推完了 所以這些東西各自的結果就是這樣 T型法我們剛剛解釋過 T型的面積 那這個東西就是新普生2平方的那個面積 那各位可以看到的就是 隨著你用的接觸越高 你用的那個式子越複雜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叫做Transition Error 就是所謂的解斷誤差 也就是你這樣子去估這一段的面積 你覺得誤差會是多少 那H就是我們每走一步前進的長度 那你可以發覺越複雜的東西 H翅膀越淡 H翅膀越大是越好不是越超 因為我們要記得 沒有人在做積分的時候 H會選20 誰敢一條曲線這樣子從0到5次 然後你用20隔切一點 這不是很好的切法 因為中間的變化你都看不到 所以最少最少 通常我們會要求H小於1 也就是你往前走 走的步數越小越好 那在這種前提之下 H如果小於1 請問H的5次方跟H的3次方 當然它比較小 就是0.1自乘5次跟自乘3次那種感覺 那積分的Malive的函數有兩個 一個叫做Track Track的話呢 就是我給你一大堆資料點 我就幫你用提醒法畫出來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函程式 只是Malive有寫好更保險 就叫做Track Z Track Z 那換句話來說 其實你也不用特殊去寫層次 而且基本上你只要得到 我的X位置 我的Y函數 我就可以得到這些結果 那要記得我還是要一直強調的 這個東西就叫做Numerical Integration 就是數值的積分方法 你可以看到兩個特色 第一個 你有給函數 但是Malive並沒有針對這個函數去做積分 因為Malive不懂 你的這個函數呢 是要被積分的函數 第二個 你的這個X差一點都蠻大的 差一點都蠻大的 第三個 如果你用Track的話呢 你看一下 這一個 每個X之間的間隔有一樣嗎 其實是可以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 假設我做了一個不同負債下的效率 我想知道 總效率平均是多少 那我當然一般的人 會去量什麼 10% 20% 一直量到500% 但是有人因為 他的那個設備的關係啊 他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他的密度不一樣 這也可以接受 反正他就是幫你把提醒做出來而已 好 那所以travel的 是最基本的概念 那你當然可以用 內線藍珠來做 另外一個 那個 你也可以去試著去做的呢 就叫做 indigo indigo 各位看一下他的說明 他是用了一個 adaptive quadrature 來做積分 那你會問說 什麼東西叫做 adaptive quadrature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原來的這個梯形 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第一個 他是一次次 梯形就是用直線 我們知道次數越高 就是剛剛講的這些什麼 行程弱 越高接越好 所以他其實是用 行程弱 用到四階 好 所以四階 感覺上應該積分會比 那個東西好一點 另外一個 他有一個叫做 所以你必須給他函數 你不是給他這些詞 我們看一下原來的這個用法 雖然你已經看到 Y就長這個樣子 後面我不寫 點點點 你可以看到 然後請問進來triple 這個函數 叫sy 是什麼 是一堆數據點 你沒有給函數 你給的是數據點 因為 這個 x是一個vector 你的y只是把它帶進來而已 並不是寫成這樣 所以說我寫成這樣 你看到 他用到的都是點點跟點層 所以其實他是在算 y的那個字 或者你自己把這兩行 踢到那個 man-level裡面 你會發覺 x當然是一個 10個元素的vector y也是 所以其實你只有資料點 你不知道函數 那當然就沒什麼好改善的 就是你都只給我這些點 那我就只能選擇要不把它連起來算面積 那要不我辛苦一點把三點連起來 三點連起來算面積 就是用一個二階 然後或者是更高階的 可是一旦你有給我函數 我就可以偷做一些事情 第一個我讓人可以用比較高階的來進視 第二個這個是更重要 他叫adjective 因為在很多的學問 我們也都會用到 adjective的這個概念 他叫做自適應 就是自己調整的 請問什麼東西 要做自己調整的 我們想 如果有一個函數是這個樣子 我這樣切 我覺得ok嗎 因為這樣子切 感覺每一個都是T型 那你如果要說三點連 一個二字曲線 會更準一點 但是好像也沒有差很多 好 我再換一個函數 如果有一個函數是這樣 你看看 這裡有一個很陡很陡的東西 那我還是用康康的切法 看錯 他運氣不好 我剛好切到他的頭尾這一點點 所以我量到這個點 量到這個點 量到這個點 跟量到這個點 我根本不知道中間有變過 就是我在算面積的時候呢 我取到的是這一點 這一點跟這一點 我不知道中間有這麼 那麼懂 就是這麼abroad 的一個 那個變動量 那這不是很不得了嗎 因為真正的面積 這一條跟剛剛那一條 一定不一樣 差了這些面積 跟這些面積 可是你完全沒有看到 所以 比較好的那個積分層次呢 你應該要前面是這樣子切 我接受 但是在這幾個地方 你要把它的H變小 就是切得密一點 因為它變動的越短 你怎麼可能 隨隨便變 只用頭尾就去看它 是一定看不出來的 所以 這種東西就叫做 Adaptive的那個 Quadrature Quadrature是四肩 那Adaptive的話 就是我的部肩 其實是會自動調整 大小的 那怎麼調整呢 有一個基本原則 就是我讓它有公式的 所以我們不會解釋 公式給各位聽 簡單來講 就是 shark area 用small change 就是慢慢的gradually 的時候 用large 就這樣子 好 所以那個數值積分 我會建議各位 就是試著來 做一個這個看看 你可以先用s點 擺進來 然後y點 去用triplee 再用正寫法 因為我剛剛講過 indigo是個函數 你為了要知道哪裡懂 哪裡不懂 你一定要給它函數的長相 你給它函數的長相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只有函數的點 你如果只有函數的點 它哪知道 你本來就只給點 我哪知道中間有沒有凸顯 這些東西 都要自己稍微小心一點 那這個東西就叫做 emerical regression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進到下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就會用到了 因為積分 如果要積分 一般我會建議用摩滴滴那個方法 也就是說 你用空間去換取時間 或者講錯 你用時間去換取空間 我知道積分要算得準很難 所以 我也許要用到一些什麼便步啊 或者是那個 什麼 那個牛頓法 什麼辛普森法 類的這些 可是那些東西都很難寫 因為方法都很複雜 那如果我只想用簡單的方法 那只有一句話 就我講的 切的細嘛 只要你切的細 什麼方法 根本差別都沒有 我的函數 只有是這樣 從這裡到這裡 那這裡逼近的好不好 影響就很大 如果我的函數 只有這樣短短的一個小範圍 基本上我都看成是常數啊 所以我看它是成的 是直的 是上的 下的 有差啦 有差不了多少啊 所以H等於0 才是積分的 最典型的做法 那微分其實也一樣 微分我們當然可以把它 微分就是血率嘛 積分就是底下的面積 所以微分的話 我們當然可以把 兩點間的血率定義出來 如果你給我兩個點 微分的定義是很明確的 就是 第一個點是SI 第二個點是SI Y加Δx 那微分的定義就是 兩個X的誤差 兩個Y的誤差 所以 Y就是把兩個值帶進來 相減啊 那X的誤差相減 這兩個人相減 就Δx嗎 所以換句話來說 我如果說 我如果能知道 X變了多少 Y變了多少 我就知道邪律了 這種定義法 叫做直線法 就是我用一條直線 來定義那個邪律 好 但是 邪律法有沒有辦法再改善它的精確度呢 答案是可以的 我們來看看 有一個數學上的理論基礎 可以告訴你 為什麼微分是這個樣子 然後怎麼進次 然後 為什麼可以改善 那我們稍微學一下 因為微分比 基本更常用件 各位都知道這些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泰勒展開式 就是 我的下一點的X呢 可以從這一點的X 再加上我的斜率 就是一階的斜率乘上H 再加上二階的乘上H平方 那後面當然你可以再寫三階 四階、五階 只是越寫會越複雜 所以後面我用high order證 就是高階項 來代表HOT 剛才說第一張我們可以忽略 所以這種東西就叫做 泰勒展開式 那當然即使在大部分的情況 這項 有時候人也把它忽略 好 如果我把這項忽略 各位看看發生什麼事 好沒關係 各位可以自己寫一下 就是 本來是前面後面都不看 所以我把那個XA撿過來 再把這個H扶過來 那不就是感覺F Prime嗎 那這個F Prime就是剛剛我寫給各位的 這個H就是底下的DLX 那這個F就是DLY 所以我們講說 用兩個點來盡視它的斜率 最基本的想法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現在我們把它再做得更複雜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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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f i加2-f i加1-h 这个人一样可以写出来 是i加1-h 所以把这一段通通都整理起来 放进这一段 也就是减的那个像 那就叫二截的那个像 这种方法一样都可以一直往前去 就是求出他的比较准的结果 所以这个数据我们也不细细的去推倒 各位就可以直接看 如果你用一截的时候呢 公式当然就是这样 我就是前减后除以选格 如果你用二截 你可以自己去把我刚刚的那个规整 试着往前推倒一下 你会发觉 这个东西是考虑到 这部两次维分的胎热展开式的时候 那那个两次维分里面会底下会有 分母会有个2 然后呢你会 因为你再算一次维分的维分项 的时候会多一个 i加2 所以你整个式子里面会有 i加2、i加1跟i 这三个 好 很显然的我们可以考虑到 太热就是希望无穷展开来做到最准 意思是 考虑的越多像就越准 所以这个人应该 比上面的人好 对不对 就是准确度比较高 因为他只考虑到 一间 但是这个人考虑到两间 当然我可以继续点一点 往下去做那个考量 所以底下的人比较准喔 但是准的付出什么代价 第一个很明显 市值当然比较复杂的 第二个呢 你看到 为了要求这个所谓的 比较准的 Si维分 你现在需要两点 这个只需要一点 这是现在本身的点嘛 这是往前走一点 但是这个要往前走两点 好 所以 这种东西都给各位在做参考 那我们在做这种所谓的维分近视的时候呢 你可以往前走也可以往后走 因为往前走往后走都是差一个 所以如果往前走就叫Forward的Difference 那往后走就要做Badward 那你可以看到差别是什么 就是 往前走用到的是I加1 往后走用到的是I-1 所以他们的式子 有点像 那最后呢 就是我这边列出来 其实是全部都列给你的 我们除了用Ground 也列了这些 那他们都是从最基本的泰勒风势来的 就是你想要谁 你就把其他人都翻到左边去 然后 但是 最后一定要 通通化成F 因为你不可以有F-1 当然也不可以有F-3 所以 通通化成F 就是这个结果 那我们在做那个所谓的 刚刚讲的时候 往前走 就是I加1 多了 往后走就是I-1 那什么东西叫做Center呢 Center就是我把自己当中心 前后各走一个 所以Center的话你会看到 I加1跟I-1 那你会讲说I加1跟I-1 就不是只有间隔H啊 所以记得 还是除了H有 三种都有 好 那对于MainLab来讲 我们MainLab用到的那个微分有 两个 跟刚刚的那个 TribD跟印记果 刚好有一点点对等 MainLab的 微分就是那个微分相关的 函数里面 第一个叫做DF DF其实很简单 搞不好你自己写都还比他厉害 他其实就是把 相邻的X 相减 就给你结果 所以你要给他的是 给一串X X1 X2 点点到X100 比如说 那2-1 就会放在第1个结果 3-2 就是放在第2个结果 所以DF 当存就是 后减前 好结束 所以如果你用DF DF的话 DF不是那个 微分 DF不是微分的结果 是DFY 除以DFX 才是 当然你记表这一定是点除 因为是一格一格 就是各自除各自嘛 那其实他代表的 DF是相差 不就是 DFY除以DFX 所以当然 可以用这样子 算出 微分的结果 然后 那另外一份 的东西叫做 鬼点 鬼点的这个东西 他跟 那个DF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 我们刚刚不是 讨论了一堆 那个比较不一样的做法吗 然后不是单纯 只有 一个一个这样子动 那鬼点的话 能告诉你 第一点 第一点我没有 后面 所以我就用 FORWARD DF 最后一点 对 我没有 更后面的点 所以我再往前进 是进不了的 我就用PAYWORK 也就是第一点 我只用前面 第二点我只用后面 他中间点呢 Interior 就是中间的那些点 我都用CENTER DF 所以 他的差别 有一点点 跟DF不太一样 用的鬼点呢 直接就帮你 算出来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 邪律 也就是 鬼点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邪律 但是这两个东西 还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差别 就是 鬼点跟DF的差别 各位可以想 请问 如果我的X的长度 是100个 也就是X1 他每次100 你用的DF会出来多少 DF就是求他们之间的差 当然你会想 99个 100个人之间 或者是说我投尾重数 当然只有100个件 99个件可 所以记得 DF会让你的 RAID SIZE-1 但是 鬼点不会 鬼点的REDOUT 就是THE SAME SIZE 那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第一点虽然没得减 他用了 前面那点 最后这个人他往前 然后中间都用 前后两点 都用得出来 所以每一点每一点都有那个 都有那个 他的 趋势在 RAID SIZE-1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先到这边 下一次我们会跟各位介绍就是 维温计分的基本概念都是这样子 但是其实我们比较少用到 我们要做的是动态系统的 解 方程式 它那个东西前测到 ODE 所以 下一次能跟各位说 ODE要改怎么办 这边有点准备